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萌叫我来他家 说是有好东西想和我分享一下 什么鬼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和他聊天都不肯说 哎呦小萌家现在都变成电梯房了 什么时候弄的痒 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收到 看来自他又偷偷打鼓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哇塞这边汽油桶好多痒 拿来干嘛的痒 小萌你说的好东西是什么痒 你真的别动 太后你就知道了 难不成你还想用这玩意罩我 我又不是拆家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汽油桶是非常好玩的 我去还真能炸队友啊 直接就把我给炸藏了 好了小萌原来你是叫我过来 设当小牌鼠的 没有啦 就是小玩意罩 有没有被炸了 看玩笑 就这几个小破童还想吓小翔 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小翔还真没想到汽油桶 还能炸队友真是有趣 小萌我补榜状态了 你再炸我一次 小翔也是挺好奇的 不知道这对汽油桶能炸掉我多少血 是不是吗 带我可能帮你给秒吧 不怕不怕 为做实验小翔勇于现身 我的天 这场景很壮光呀 低动伤摇的 伤害也是够恐怖的 1280的血量直接就秒掉了 厉害厉害 小翔一开始还以为这汽油桶很拉筋呢 哎呦我去 不小心按它复合了 我缘故掉了一波那久 小翔好心疼呀 为师回家换了个点影 而未来目盾 打算再来测试一波 小翔 你是不是被炸上瘾了 真不喜欢被人家 不过 今天你这么强烈要求 我肯定会帮助你啦 我什么时候强烈要求过了 真是无语了 不过这伤害真是恐怖呀 这么好的装备都扛不住 你们看 小翔还特意放了个回血的药剂呢 没想到这样还顶不住 真是太厉害了 小翔给你的那久被炸没了 直接费了我的护甲呀 心疼太心疼了 小翔回家准备了30个汽油桶 打算摆个油蒙证 既然小翔都这么皮了 不好啊回离一下 那说不过去呀 咱们把他拉进队伍 骗他过来吧 这次肯定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翔 你说要送礼物给我 送什么呀 你进来就知道啦 我可是费了好大功夫的 真的吗 是从这里跳起来吗 对对对 直接从床五跳进来就好 哇 怎么这么多汽油桶呀 你想干嘛呀 就现在直接引爆汽油桶 哎呀 什么情况 怎么一点伤害都炸不出来 贩子应该是组队的原因 咱们推出队伍再炸吧 嘿嘿 这个比大炮爽多了 其实特别足 小翔的血量也是很厚啊 炸了这么久才炸到他 那时成报仇了 真是舒服呀 只是可怜这小伙伴了 无缘故被炸了一波 咱们把他们都给扶起来吧 免得想爆发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现在这里 我是小杨 我们下期见 拜拜